善品药 刚才讲起来有点抽象 那是我们老祖宗讲的 无毒 无副作用 可以九伏不三生 都是九伏不三生 你看把北草干部翻开 连水都是在善药范围内 古人有三浅水 有井水 有流动的水 有衣水 都一一规范 当然现在的衣水跟古代的水不一样 现在衣水喝不得 好酸一样 所以大言之就是 这些都在规范在里面 那你怎么去判断它 你们看这个 十一年 三个要求 十一年是个什么概念 是1970年苏联科学家 艺术拿了莱克曼博士 他主张今天的医药要发展 他要有三个要求 才可以避免严毙跟药元毙 拿三个方向 拿三个条法 叫十一年 分析 大家可以 第一 无毒 无副作用 这个就是善理药了 什么叫做善理药 这就是善理药 第二 管效性 请你要注意它 管效性 为什么会是管效性呢 因为它的作用不 特定特定的器官 不在乎 就不是那么对阵的 又要的 是管效性的 什么样管效性 就是第三条的补充 让身体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什么正常的状态 你看它说 能调整集发前身 使前身正常化 而达到体内动态平衡 一个核心状态 也就是自益 有没有看到 西法人有一个自益 这是在什么作用下 在细胞的基础代性下 满足了 调控了 辅助了 我们细胞的基础代性 在这个层次作用 在这个层次作用 让我们的身体 恢复到和谐的动态平衡 也就是中医家的 阴贫阳臂 精神灵智 你要有这个特性 你要有这个条件 才称得下三瓶药 各位 我们今天喝的灵智酵素 我告诉你们 为什么我那边写个灵智救活 灵智是第一药物 第一个有资格 有条件 外科适应的要求 这就是这样的啊 曾经跟中医药委员会 跟他们写一条说 中医药委员会要打造台湾 才会力胜科技 那人自己掌守宏观啊 我说我们要不要来讨论讨论 就说我昨天的 台湾有很好的环境 大部分中药材80%以上来自中国大 台湾最有潜能 而且是全世界品质最好 天时地利 唯一人不合的 就是台湾 做什么 好好把环境自为药 把它做好 其实可以迈到全世界 就是这样的啊 这个就是 那么哪些东西适合呢 包括我讲的益生菌 还有一个食物消除 不过为什么今天要吃生鲜的树 也是大量摄取食物消除 我也主张大家都做泡菜吃啊 你做泡菜吃 本身任何的生鲜树果里面 就有它本身的食物消除 你在通过维生物 通过什么 这个硫酸菌 或酵母菌的发酵以后 它的酵素的酵降 效果的酵 价钱的价 效价会提高 所以发酵食品 是个好东西 你看日本人吃的辣豆 有没有 辣豆 辣豆吃人做什么呢 你就可以反着心上去 反着血酸的形成 是有用的 现在还把辣豆做成 辣豆去门啊 种种的 其实都是有道理 那你说这个东西的疗效 你真的不要管吗 你管得住吗 你管它 它也有效 你不管它 它还是有效的 我们在路干里面 想不记得了 好像是那时候 健康食品法 要订定之前 开过一个工厅会 在食品工业研究所 三百多位的学者 专家 国内的厂关系都在 三天的研讨会 最后的结论 我背着大家 主持人的结论是这样 他说自然 以营资为代表 你研究它 它也有效 你不研究它 它也有效 你承认它有效 它也有效 你不承认它有效 它也有效 这是结果 我们的官员 听进去了 没有 所以很多工厅 会吸引故事 你讲 自己是我们台湾的本人 学者大力的倡导 政府要管食品 情敌管品质 功效你管不了的 今天第一个自动功效 你申请一样产品 申请一个功效 我请问你身家有几个功效 你不会打我 那请问要生产几张执照 那你不申请 你翻面是不是判复 可以翻面 但是你不能讲 这个很吊诡的事情 这个叫扰名 我只说吧 这叫扰名 那品质不管 你看品质现在这些大堆问题 该管的不管 不该管的管 品质才是重要的 德国人你到德国去 去反问 去参观 人家德国人出来 那我们管理是什么 No.1 quality No.2 quality No.3 quality 这个才对 政府要管quality 管理工校 学者都 工校都还有点磨 政府官员你懂什么 你懂懂什么 我只说 这些话不礼貌 但是是事实 OK 好了 这个比较 再强调一点 这个还从